虽然当地已经入夜 但是还有很多热情的球迷来到了现场 解说将由我王涛和我的老搭档苏东为大家带来 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 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西班牙女足 这两支球队肯定都是充满自信的 毕竟上一场比赛双方都赢了 那么两个强者狭路相逢 谁又能够胜出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阿特尼亚对手的射门 过不了门将这一关 脚球开出来到了禁区中央 有机会没什么效果 防守队员化解了这次威胁 双妹子往上拿球 这突破过去就是个机会 非常重要的一次扑救 一角到门 门将相当稳健 成功地过掉了防守 不过杀出一个防守队员 把这球解围了 变才明察秋毫 叛了越位 参半并没有吹停比赛 而是叛了进攻有力 阿特尼亚 我不得不说啊 这波传球非常漂亮 防守方把球踢出了底线 脚球 球传到了禁区里 张瑞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往双 中国女组弄丢了球权 把球带过去了 还好队友来了 有帮手就是好 唐佳丽 球权 球权没能保持住 被对手拿到 他几乎是身处无人区啊 尘尼尔摩索 再球有了 打破僵局的一个进球 进球的回放来了 看看这个教科书一样的跑位 这样的绝佳机会 怎么可能会错过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王双 边路有他的发挥空间 传给了王珊珊 王双拿球了 到现场了 能创造出机会打门吗 王说 这球还没有接触 这球还是进了 这门将这第一下铺 就已经很精彩了 这补射无能为力啊 我们能看到 门将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做了 无论把他换成其他任何人 都很难做的比他更优秀 但现实又是如此的残酷 球毕竟还是进了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他们熟练的倒角真是精彩啊 一次边线球的机会 爱莫索 很冷静 很关键 很漂亮的一次拦截 凌空是门 球被门将拒之门外 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看看他们如何利用反击来制造威胁 王珊珊 随着这两个进球入战 这比赛基本上已经被他们收入囊中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 将就打进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他可以继续沿边路向前带球啊 前面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阿维利拉 防守队员化解了这次威胁 一次绝佳机会 又一个几乎是没有停顿的 连续两个进球 对方有点懵了啊 看下回吧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最后这脚推射 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一分被改写成3比1了 阿特尼亚德尔卡斯蒂罗 阿特尼亚拿球 直接传身后找队友 咱们最终认定 这是一个点球 点球加黄牌 让我们来看看 主发球员的表现吧 阿特尼亚德尔卡斯蒂罗 这个点球啊让什么人是毫无机会啊 一架挑射皮球在空中的轨迹 仿佛计算好了一样的准确 面对这样的打门门将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双方在拼展中把球拼出了边界 接外球 这会是一次经典的长区直入吗 王霜得分的机会 比起他这三个进球 大家更关心的是 到底谁能拦得住他呢 这门将啊 我觉得主教练应该好好批评他一下 如果他没有失位的话 对方不会这样容易进球的 绝对呀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亚里克西亚 普特拉斯 克劳迪亚 苏尔诺萨 来着脚远射 没想到温将这次扑就啊 扑得这么轻松 咱们示意比赛将有两分钟的伤挺补食 进区内有队友在接应 一脚横传打过去 这个球踢得不够远 没有起到解围的作用 机会没了 从头再来吧 詹尼尔摩索 他还在继续向前盘带 幸亏有他及时出现了 完成了抢断 比赛时间到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西北亚女族开球 双方一边在战 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 这是个追分的机会啊 这次的攻势被暂时化解了 传给了王珊珊 判断到了对面的意图 抢断了 阿特尼亚德尔卡斯蒂罗 詹尼尔摩索 后卫成功解围 他简直就是对手肚子里的回虫啊 预判的很准确 他这种向前的能力啊 确实是球队所需要的 机会不错 大难不死啊 这个球有个折射 对手已经大举压上了 正好打反击啊 看看这球怎么样 这个极限的门前救线 非常鼓舞人心啊 整条防线都因为这个球 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他给这支球队啊 打了一针强心气 这种滑铲啊 非常不好掌握啊 而且你这个动作呀 我觉得稍微掌握不好 很容易吃牌 在裁判看来呢 这个犯规是要给牌的 我也同意裁判的看法 防守队员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 化解了这次进攻威胁 他们能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吗 这次反击巴子还没一撇呢 就被对方断了 奥尔加卡尔摩纳 他还在继续带球 往对方球门推进 艾莫索拿球 守住这球 并没有费太大力气 他们成功地断下了皮球 抢回球权 他们示意比赛继续 正确的判法 打门考验一下门将 守门员阻止了这球啊 王双 看看老家汇的处理 犯规了 这次拦截动作不干净 这裁判会出牌吗 一脚超远距离上门 一记漂亮的远射可惜被门将拒之门外 艾斯特尔 钢萨雷斯 罗德里格斯 接外球 巧妙化解了危机 下半场过去了25分钟 比赛时间只剩下20分钟了 他这脚传球成功地找到了对方球员 他持续代球推进 进去内直接倒地传球 反击的机会来了 防守队员回位不够及时啊 皮球应声入网 球进了 在这个位置的球几乎都是逼近的 不过他的反应和预判也都非常出色 目前的比分是5比2 整场比赛开始15分钟倒计时了 亚利克西亚 普特拉斯 球权一主 球权一主 这球太重要了 这是个反击的好机会啊 唐嘉丽 王珊珊 看看这次能不能转换为进球 这球又有了 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 已经领先 四个球了 再来看看进球的回放 非常近的距离得到打门的机会 然后一错而就 中场哨就要响了 分差如此悬殊 大家不用再等了 阿特尼亚德尔卡斯蒂罗 球权不会自己回来的 得去抢啊 这次就抢到了 好机会啊 防守出现了空刀 球又进了 这完全就是一场屠杀呀 一个人带着球 过五关 斩六角 哎呀佩佩佩佩 这就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完美体现呢 分差太大了 刚萨雷斯 艾莫索拿球 又把球拿回来了 很明显他们都在撞他 金球来的也稍微晚了一点 打 他脚下技术非常鲜熟啊 朝着对方球门继续推进 能找到禁区里的队友吗 这球算是稍微挽回了一点劣势 不过比赛也快结束了 比赛还在继续 不时两分钟 这脚转移啊 就好像是他站在司令塔上俯瞰全场做出的 文将用一次精彩的扑救 化解了这脚远射 比赛结束了 别忘了